欢迎收听10月30日自由亚洲电台新闻节目 我是宋志杰 首先是今天的新闻提要 能人学院谢向榮将失言责任推卸给传媒 他过往也曾经多次发表撑警言论 香港教育局计划加快对不达标的自知专上院校撒校程序 学者说是要收拾董建华年代留下的残局 瑞士苏黎世理工学院将会加强审查 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四个国家的研究生申请 详细的新闻内容 近日因为涉及学童言论而被受评击的 香港能人专上学院文学院院长谢向榮 向私生发信将自己失言的责任推卸给传媒 而据他的旧同学披露 谢向榮的政治立场在十年前占中期间开始浮面 多次发表撑警、撑政府的言论 有资深教育工作者认为 事件反映了谢向榮的道德水平 而他因为亲政府而成为学界权威 也不是个别的例子 下说梁炳汉报道 网媒教育次针星期二独家报道 近日卷入失言事件的能人专上学院 文学院院长兼生命教育中心主任谢向榮 同日向全校私生发信 为事件解画 将自己言论引起的风波 归咎于传媒 只报道外于蝙蝠关系 只是截录部分内容 批评很多内容 都会大幅选择性截录和扭曲 谢向榮的成大同学周先生向本台透露 谢向榮在占中期间 正是立场开始浮面 除了不断在Facebook批评示威者之外 更曾发表撑警言论 形容警察在混乱中 杀错良文无可避免 引来不少同学质目 教育次针创办人杨荣宇认为 官乎谢向榮智能人私生的讯涵内容 反映他的道德水平和判断 他似乎将这些字协全部收回了 把这个码头全部对向于传媒 说他们被重就轻 实际上你看到明报用了二百多字来报导他的事 你怎样被重就轻呢 看完全部资料之后 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很喜欢推卸责任的人 最少在表面的证据上来说是这样的 自董建华曾荣权年代高等教育的修生门栏下降 学店数目增加 造就不少考获博士 最得入场卷的毕业生成为大学教员 本台翻查资料发现 谢向榮2014年 随着能人专上学院的成立 担任该校的中文系港师 2024年接替善周瑶成为文学院院长 相对于谢向榮只有香港大学文学院哲学碩士和博士的资历 善周瑶就相当猛料 被教育界称为中国文学的活字典 任教香港大学超过37年 而谢向榮司到扶尧直上 被指与港府和亲中阵营关系密切有关 積極协助推动港府的爱国教育工作 另外亦是亲中港报、星岛日报和文汇报的专栏作家 事实上根据教育资料 谢向榮近年借助相关的博士、院长名义 参与多个港府教育局中小学的中文教师培训工作 他近来亦经常在官方外国活动曝光 同时亦在多个亲中和外国团体担任要职 杨荣宇质疑 似乎这些能力成疑的教育工作者 因政治立场而成为香港学界权威并非个别例子 例如接替他成为考评局经理的轮选过程 亦是另一个实例 近年随着部分资深教育工作者因为政见而被淘汰 加上移民潮引致的断层令教育界需要起用新人 尹荣宇指 这样变相令经验和历史无法传承 最终就变成以国家安全、国民教育来取代专业 对教育界造成极大的伤害 而这个风气明显不止影响中小学 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也开始浮现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明康下说报道 香港教育局提出修订专上学院条例草案 加快对不达标自知专上院校的殺校程序 而近期受到谢香榮学童言论困扰的能人专上学院 上年度只是收了不够50名学生 可能成为殺校的第一滴血 学者说董建华时代的教育大跃进 令到自知院校泛滥 现在是时候收拾残局 维斯陆南才报道 酝酿多年的修订专上学院条例草案 将于星期五提交立法会 会以文件显示 教育局移收定自知专上学院殺校机制 散去学院在采取补救措施一段时间后 若未令当局满意会被取消注册的原建议 改为药学院未能在指定合理时间内 提出令当局满意的解释及补救措施 即可被殺校 曾经在理工大学任教多年的钟建华表示 前特首董建华的教育大跃进 导致自知院校泛滥 尊上学院条例适用于11间院校 包括能人尊上学院 驻海学院 书人大学 行申大学 港专学院等 此外 七间有办赴学士的注册学校 已被强化监管 一旦未达注册要求 例如学生人数 应逐二样学院提供有意义的学习环境和体验 财证据可持续性 若学院未能提供满意的解释及补救措施 即可被杀校 换言之 一旦收身不足或经营不善 即可被取消注册 钟建华分析指 当局一直希望淘汰部分院校 以改善置之院校的乱象 但是有些已经拿了很多政府的资助 譬如拿政府的钱或牌款去搞校舍 事实上 这个情况相当不健康 近几年 香港的私立大村 专与国内学生的那些文明 也事实上没有办法改善到 所以其实大陆的经营都是很有问题 教育局资料显示 2023至2024学年 能人专赛学院只收到两名副学士 同36名学士新生 以及10名咸接博士 处于杀校边缘 云恩基督教学院 在2023至2024年度取入78名副学士 33名学士新生 48名咸接博士 学士课程招生严重不足的 还有珠海学院 珠海搞碩士大跃进 招收大量来自中国的学生入读 或者可以被过殺效 当局期望条例 明年在立法会审议 2026年正式实施 意味着部分专赏学院到后年便大限张志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陆南财卫斯报导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上星期宣布 所有教职员要跟随新的安全措施 额外审查来自中国、伊朗、俄罗斯 和北韩的碩士和博士学位申请人 日后邀请的访问学者 和新入职的员工 也都要通过同样的背景审查 目前知道有17间中国大学被点名 只跟他们合作有安全风险 要进一步西查 吴亦彤、江永辈道 被列入审核名单的 有17间中国大学和科研机构 其中7间是被称为国防七子 直属中国政府公信部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西安西北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另外10间是北京油电大学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洛阳理工学院 国防科技大学 四川大学 中山大学 天津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伊朗、俄罗斯和北韩 亦共有23间大学和科研机构被点名 该学院还表示 没有被点名的大学 并不表示不需要接受审查 新指引下 研究均民两用科技 及同新兴科技领域 有关的20个学术范畴的学者 亦需要被审查 该学院指考虑到全球政治局势及战争风险 认为在录取研究生 邀请访问学者 及聘用新员工时 需要对来自特定国家的学者进行额外审查 以确保他们的研究方向 符合欧盟出口管制政策 中国留学生Charles目前在德国的一间工科大学就读 他向本台表示 一个星期前 他和同学已经看到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这项新的安全审查措施 作为研究尖端智能机械人的留学生 他确实看到 中国政府会利用各种渠道 接近西方大学的敏感研究 而大学也会在一些合作中出现漏洞 比中方有机可乘 Charles说 当在西方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 多次卷入涉物事件后 欧洲大学开始有所警惕 因此推出这样的措施并不意外 但Charles就不认为 这种措施会有效斩断中国 窃取西方知识产权的行为 所以这些措施更是一种价值上的立场和态度 出现现在的情况 其实是欧洲的学校 出于对高级领域的一些知识 对中国的一些学生 窃取的一些担忧 作为在德国留学生来说 我对数学联邦理工这么一个制裁 其实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行为 一方面 我可以理解他们会有这方面一些担忧 但是 就是像顶尖那些领域的知识会被窃取 并不是能通过禁止中国学生 到瑞士区就能直接避免 只要你还允许像华为像的公司 在瑞士继续运作 只要有在当地的人 眉着良心去做一些 出卖他们自己国家的意义的事情 通过禁学生来说 其实只是整个问题的非常小的一部分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是欧洲知名学府 也是科学家爱因斯坦的母校 翻查网上资料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和香港六大院校有不同程度的学术交流及研究项目正在进行中 例如今年6月 香港理工大学派出代表团访问瑞士 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就环境研究 以及建筑 结构和运输工程方面的潜在合作进行讨论 新闻稿指出 双方将积极推动两校合作开展研究项目 并建立联合研究中心 另外今年8月 香港中文大学 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合作 成功完成全球首例 在活体动物上进行的 横跨欧亚远程持控内规镜手术 本台已向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查询 和香港各间大学的合作计划会否受新措施影响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亦彤 江永报道 一名住在美国的台湾女子 被自称中国公安的骗徒 俄称她受通缉 由于担心被引渡到中国 她将过百万美元 回到骗徒声称的香港廉政公署代理银行 并将住宅抵押 前后一共被骗去接近200万美元的不生接触 中广正报道 警政署派着洛杉矶的联络官杨力正 周日在台湾留美学生联席会议上提及 近期一位60岁妇人 接到声称来自好士多的电话 询问是否在中国订了一套梳化 并说出会员号码 令受害人觉得自己的个人资料可能被盗用 接着自称信用卡公司来电 指她的信用卡在中国有一笔支出 然后是自称中国公安来电 对方指已查到她的信用卡金流 与国际洗钱和儿童贩卖组织有关 并传来最高通缉令图片 受害者会被引导去中国 认为配合就可以平安无事 于照按照对方要求 回出100多万美元 到香港廉政公署代理银行 甚至抵押自己的住宅 再回出80万美元 骗徒得手后人间蒸发 受害人就此失去不生接触 养力症提醒刘学生 只要听到中国公安和保密协议 这两个关键词 几乎百分之百可以确定是诈骗 负责反诈骗案件的台湾刑事警察局 与防科科长林舒立指出 中国经济不好 和台湾的诈骗案数字有直接关联 他指出以数量来说 购物诈骗案最多 但金额比不上投资诈骗 一旦跟投资诈骗扯上关系 就很难脱身 他就会开始放长线大语 然后持续的密集的跟你接触 然后告诉你找名人 甚至有一些是运用AI 文字生成语音 他只要打完字截取他的声音 这段文字就会变成 这就是我本人的这个群组 只有限量前两百人 请今天赶快加入 大气的投放广告 增加了非常多 那尤其是在脸书 还有IG 抖音上面的假讯息也非常多 近年诈骗案件增加 也仍是立委关注 金融管理委员会主委 彭金龙周三 受邀前往立法院报告 国民党立委吴忠献质询表示 在诈骗案破获后 金管会未能拦截装款回到外国 让民众感到不满 再多车手 钱还是没有办法留在国内 甚至回到被害人的手上 彭金龙表示 除了与国际组织合作外 近期还修订法律 加快返还民众被骗款行 警政署为了提醒民众诈骗划行 推出打诈仪表板网页 显示正是周二就接获660宗报案 涉及金额新台币4.6亿多万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中广正报导 中国北京一间 有不少富豪和高干子弟入读的重点小学 在放学时间发生斩人案 五人受伤 包括两名学童 怡空当场被捕 据报他是之前被解雇的小学保安员 民众认为怡空是想挑战权贵 评论就指事件反映当前的官民对立 近期中国各地多次发生暴力伤人事件 有北京网民曾经说 首都安保严密 不会发生类似的事 但星期一下午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三小北校区大门外 就有一名男子挥刀斩人 造成五人受伤 其中三人是小学生 另外有一名家长 和一名棒球教练都受伤 根据李老师不是李老师X帐号上传的 影片、图片、截图等资讯显示 当时正值放学时间 移空举起赛刀斩向学童 三名伤者中两人受伤伤 另一名学生用手保护头部的时候 被斩断手指 北京海淀警方同日埃曼发出通报 刻意被提中关村三小和商者是小学生 但一些中国媒体和路透社都报道 事发地点位于北京知名重点小学 中关村三小 那里是中关村科技园核心 有四个校区 附近有重点大学和高科技企业 有网民说 这间北京顶级小学有很多权贵和富豪子女就读 因此这次暴力伤人事件 相当于指向权贵子女 可能引发当局高度重视 目前小红书等中国社交媒体 都已经将相关的影片删除 据台湾联合报引述网络流传的信息 移空是一名被解雇的中关村三小前保安员 一名不愿透露身份 在中关村科技企业工作的刘先生向本台表示 北京中小学在上学和放学时段 门口一般都有警察当值 估不到都会发生斩伤小学生的事件 另一位北京市民黄先生 都有学童以及家长避斩表示痛心 他说目前受冤百姓太多 但都不敢直接向政府抗议 或者直接指向加害人 而是好像中国政府一样 气压弱小 北京著名记者高瑜向本台表示 在中国发生一连串针对小学生的伤人事件后 今次报复社会的献中事件加害者 似乎更有指向性 反映了当前官民对立的程度 高瑜又指出 中国当局将维权律师 二建知识分子拉入监狱 封锁了疏解民情 为民众伸张正义的渠道 也会令矛盾不断激增 和人性逐渐墮落 这个是当前献中遍地的主因 中国人道德败坏 是从上往下传的 现在中共把律师知识分子 这个嘴都封住了 他们是要讲法治的 宣传法治的 要讲社会公正的 近来中国发生多宗 针对未成年者 甚至外国小学生的暴力事件 也都曾经发生多宗 针对一般民众的 报复性社会事件 其中10月23日晚 在山东青岛 一部运营土车逆线行驶 撞向50几部车 网上影片显示 司机在行空前高叫 共产党不让我活 我就杀人 接着由潘家情报道 记者新闻简讯 香港社运人士 守护孩子行动成员 人称陈伯的陈基球 去年在狮子山展示 老讯名居 横眉冷对千夫子 俯首甘围鱼子牛的对联 并在社媒上载图片 被控无许可证下 在郊野公园内展示条幅罪 案件周三建案陈迟 控方指香港作为旅游胜地 被告即使是短暂展示条幅 仍会构成滋扰 辩方历陈被告 只是展示条幅一次 属于暂时性 不应该受到条例所限 指如果任何人 短暂展示横幅都要获批准 等同中学秋季旅行 展示横幅都要申请 属过份限制言论自由 案件将在12月10日裁决 香港从疫情到近期的消费市道疲弱 餐饮业成为重灾区 有十多年历史的连锁寿司集团 板掌寿司 全盛时期有多达27间分店 至今年初剩7间 但都在近月陆续结束营运 现在只剩下铜锣湾区的一间分店 有网民开摊 板掌寿司自创办人郑威涛去世后 执下一间又一间 也有网民认为 香港人发展出来的寿司 已经不受欢迎 很难和寿司狼等日本连锁寿司集团竞争 中国一款名为 黄飞鸿麻辣花生的零食 还未获准进口台湾 当局早前指 如果在网络或市面上贩售 将会被罰款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 朱凤年周三说 民进党因为这些零食产自中国才禁止 批评是政治操作 说他们已经到了 连小小的花生米 都容不下的地步 中国陕西省西安市 曲江新区规划局一名副局长 面对因为拆遷而维权的村民质问 经过四个小时都未能释除一众村民的疑虑 结果借尿顿 从厕所的窗户爬出逃走 据网上的片段显示 该名官员被村民包围 强调拆遷方案不是他一个人更改 村民追问 还有谁更改 他就说要去厕所 之后就没了蹤影 发放影片的村民表示 该村正在拆遷 但近期规划不断变动 导致他们的住房被移到高压线下 他们不愿意 于是去规划局反映 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芬兰总统斯图布 周二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 代表北约和欧盟 向习近平提出 北韩派兵援助俄罗斯 是对战事的升级和挑衅 中国越支持俄罗斯 和欧洲就越难建立良好关系 并说 感觉当前中朝两国的关系 不是那么舒适 五年前走上街头的人 到今时今日 是不是还在坚持他们的初衷呢 我在香港有太多朋友坐 他们说不到的就是我说的 这三年来 可能我没有投入过在外国的生活 我觉得我成世的志向 都好像停留在19年那样 选择留下的人 躺平似乎是唯一选择 对不起自己不够坚持 不要说自己这么偉大 可以对不起所有人 甚至因为很多手足都仍在场内 移民 甚至是以次移民 成为这五年的关键节之一 要先照顾好自己 先照顾好自己 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才可以走更长 这不是一句口号 这是一个真实的东西 但也有人 为消失的香港继续发声 我想这三年 我最大的变化是 跟香港人社群一起成长了 更多新闻和分析评论 请到本台官网 和各社交媒体平台阅读 或者收听 自由亚洲电台 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 报道完毕 多谢收听 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